最近消息來關心 在電視節目擔任證證分析師的邱鼎泰還有馬繼強 因為涉犯證交法操作骨架罪 不法獲利四千多萬 檢方同時並分實路 一共約談十個人到案 在經過檢方覆訓之後 今天凌晨裁定 被告均交保後傳 炒股案的嫌犯 因為涉嫌操作這三十二檔股票的股價 遭到檢方搜索約談的這個股市分析師馬繼強 順後裁定一百萬元交保 而另外一位分析師邱鼎泰 則是以八十萬元交保 不過邱鼎泰的哥哥邱振鋒 疑似是在幕後主導全局 檢方預令三百萬元交保後傳 同時合作的成員 包含共謀中國強 也以一百萬元交保 其他三名涉案人 各以二十萬元交保 雖然相關人都否認涉案 不過檢警已掌握到相關的市證 將持續擴大追查